今天和各位一起 以礼拜和赦罪为主题 查看一下上帝的话语 在我们的信仰中 礼拜有多么的重要呢? 在回永远天国的事情上 若是缺少了礼拜 那么我们会如何呢? 今天我们就来查看一下此问题 我们平时都自由地遵守了礼拜 但在现今时代 若处在紧急状况中 政府就会通过行政法限制礼拜 我们现在能切身体会到 过去一直在平和的环境中做的礼拜 和危机状况时做礼拜的差异 所以今天我们再次通过圣经的教导 来确认一下 上帝是通过礼拜 成就赦罪的事实 若按圣经中的记录上来看 礼拜是在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 在上帝和人类之间形成的仪式 因此可以说 礼拜拥有的最基本的性质 就是悔改和赦罪 不悔改的人无法礼拜 不礼拜的人也无法从上帝得到赦罪 因此 《圣经》中出现了 该隐的祭祀和亚伯的祭祀不是吗? 祭祀一词和礼拜一词都是相同的意思 因此也叫亚伯的礼拜和该隐的礼拜 他们为何献了礼拜呢? 因为只有罪得赦免 才能走向通往生命术的道路 所以上帝通过礼拜 小遇了亚伯和该隐 罪得赦免的方法 在亚伯和该隐以后 也有许多人通过流牲畜的血 向上帝献礼拜 这样流传几千年后 到了摩西时代 到了摩西时代后 开始具备了做礼拜的具体形式 之前可以说 省略了许多形式 到了摩西时代 上帝在西奈山上 吩咐说 以后献礼拜要这样做 就约律法 使礼拜拥有了具体的形式 简单地说 就是上帝小遇了他们在旧约中 如何献礼拜的方法 旧约是反映新约的一个形状和影像 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旧约的所有礼拜 都是宰牲畜 都是宰牲畜流血献祭 但新约时代 耶稣基督不仅成了逾越节的羔羊 还成了赎罪的祭物 所以 又出现了与此相应的新约礼拜方法 旧约中有礼拜 新约中也有礼拜 没有礼拜 就绝对无法成就赦罪 上帝与人类间的鸿沟 若没有礼拜 就没有能联系的桥梁 所以礼拜 在我们的信仰中 是非常重要的 有的人非常轻视礼拜 他们认为 只要按时 适当地做礼拜 不就行吗 新约中 有新约的律理和法度 旧约中 也有旧约的律理和法度 不是吗 旧约献礼拜的方法 都记录在了旧约圣经中 新约的礼拜方法 也记录在新约中 因此 没有礼拜 我们的信仰也无法存在 一定要有礼拜才行 为了显明我们人类 在天上是如何向上帝犯罪的 上帝选择了伊甸园这个模型 通过在伊甸园中发生的一系列事件 告诉了我们 在天上 我们是如何犯罪 被驱逐到这地上的 为了重新得到失去的乐园 上帝希望通过礼拜 查看我们的内心 在以色列百姓 走旷野四十年的历史中 上帝曾说 为了知道你们的心内如何 信心如何 而给予了各种试验 所以上帝也通过安息日礼拜 和每天上午 下午线上的长番祭祈祷 以及一年一次的各种年中节期礼拜 在查看我们对待上帝的姿态和态度 当人类结束这地上的生活 接受上帝的审判和判决时 为了辨别悔改的灵魂 和不悔改的灵魂 上帝赐予了礼拜 这个重要的内容 可以说 若没有礼拜 我们的信仰就和不存在 没什么区别 看《创世纪》四章一节话语 有一日 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访 夏娃就怀孕 生了该隐 便说 耶和华是我得了一个男子 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 亚伯是牧羊的 该隐是种地的 有一日 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 亚伯也将他羊群中投生的 和羊的枝油献上 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 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 该隐就大大的发怒 变了脸色 该隐的祭祀和亚伯的祭祀 是圣经中出现的人类最早的礼拜样式 该隐和亚伯为何献了这种礼拜呢? 为何献了这种祭祀呢? 因为这祭祀中含有赎罪的意义 过去犯的罪如何才能得到饶恕? 如何才能得到设罪呢? 悔改过去所犯的罪 这种悔改的意义就蕴含在礼拜中 因此 若是没有礼拜 就意味着没有设罪 没有悔改 所以 礼拜在我们的信仰中 是不可或缺的 具有重要意义的内容 为了做符合上帝律力的正确的礼拜 所以关于安息日是星期六 还是星期日这个问题 我们会非常仔细地确认 日期与上帝的律力是否相符 不是吗? 也会确认 与逾越节的律力是否相符 若用亚伯和该隐的这两个祭祀做比喻 那么错误的礼拜 就属于该隐的礼拜 正确的礼拜 就属于亚伯的礼拜 因此 《创世纪》四章中说 该隐和亚伯的祭祀 是上帝小御人们 如何恢复亚当和夏娃 曾生活的伊甸园的方法 旧约的所有制度 并没有记录成文 这样流传数千年 到了摩西时代 才记录成文 明确指出了礼拜 具有怎样的性质 请翻开《立位记》四章 看四章一节话语 耶和华对摩西说 尼小玉以色列人说 若有人在耶和华所吩咐 不可行的什么事上 误犯了一件 或是受高的祭祀犯罪 使百姓陷在罪里 就当为他所犯的罪 把没有残疾的公牛毒 作为什么祭物献给上帝呢? 这里说 献给耶和华为赎罪祭 为了让我们所犯的罪得到赦免 而付诸的行动就是礼拜 旧约称此为祭祀 新约中称此为礼拜 但二者都是相同的话语 若没有礼拜 我们就没有走向上帝 领受赦罪的途径 因此 上帝使亚伯的祭祀流传下来 到了摩西时代开始 一一整理 规定祭祀的根本性质 这就是旧约律法 旧约的所有祭祀中 都含有赎罪的意义 对于犯罪的罪人来说 这里面蕴含了悔改的意义 罪人向上帝表示悔改 上帝也借此看到人的悔改 饶恕并赦免他们的罪 这种仪式就是祭祀礼拜 看十三节话语 以色列全会众 若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 误犯了罪 是隐而未宪 会众看不出来的 会众亦知道所犯的罪 就要献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 迁到会幕前 会众的长老就要在耶和华面前 按手在牛的头上 将牛在耶和华面前宰了 受告的祭祀要取些公牛的血 带到会幕 把指头占于血中 在耶和华面前 对着曼子谈血七次 他们将祭物带给上帝 用在祭祀上 有时用牛犊 有时用羊 有时用山羊 有时用鸽子 之所以有这些制度 是因为都犯了罪 祭祀 是犯罪的人 来到上帝面前忏悔说 我们过去的人生 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罪 恳求上帝 给予饶恕 领悟自己的罪后 来到上帝面前 献的祭祀 到了新约时代 变成了礼拜 祭祀中 不仅含有赎罪的意义 还含有罪人的悔感 假如现在没有礼拜 这一上帝的应许和约定 那么就没有任何方法 能解决我们人类 在天上犯罪 被驱逐到这地上的罪 有许多人说 不是说 只要相信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 留下的宝血就行吗 他们以为没有礼拜 没有向上帝献的祭祀 一切也能自然地成就 圣经中说 没有行为的信心 是怎样的呢 是死的 上帝说 如果我们领悟了自己的罪 那么就要通过行为 来表现出自己的悔感 而且耶稣 在制定新约时也说 你们要如此行 不是吗 并没有说 你们只纪念即可 联系旧约和新约圣经 六十六卷可知 上帝吩咐我们 要行的所有内容 全都是祭祀 全都是礼拜 耶稣基督 也是照着麦基喜德的等次 被称为什么呢 大祭祀 那么大祭祀做的事是什么呢 没有祭祀 还需要祭祀长吗 不需要 因为有新约的祭祀 所以才需要 麦基喜德 祭祀长 若是没有礼拜 那么麦基喜德的礼拜方式 及新约的律理 以及真理制度 也就都没有意义了 因为礼拜里包含了赎罪 赦罪和悔改等一切内容 所以每个礼拜的瞬间 都非常重要 要慎重对待 那么礼拜究竟是什么呢 祈祷 献赞颂 这样做不就是礼拜吗 我们要知道 祈祷和赞美具有怎样的意义 然后去做才行 其中必须要具备 真正尽心 尽意 尽性 尽力所做的悔改才行 将赎罪请求 通过悔改 传达于上帝的仪式 就是现在我们献的礼拜 因此在旧约 百姓们常常向上帝忏悔说 我是像这个牲畜一样 罪该万死的人 然后将那牲畜怎样呢 宰杀 在那里流牲畜的血 牲畜代替了我的死亡 原本该死亡的是我 但以赎罪祭物 作为自己的替代品 使牲畜付出牺牲死亡 以这种形式献给上帝的 就是祭祀 安息日有安息日的祭祀 每天上午和下午 还有长凡季祭祀 每个节期 还有节期的祭祀 若没有这些 那么我们就无法得到天国和永生 也无法制造出任何一条 能够使人类得救的道路 因此 礼拜对我们来说 是极其重要的 通过这些过程 我们不断回顾自己的罪 并悔改 今天 我们也来到这里 参加安息日礼拜 礼拜 并不只是来这里 先赞美 祈祷 听牧师的讲道 怀着肆裂般痛悔的心 参与的场所 就是这礼拜场所 因罪注定死亡的罪人 借着羊 山羊 牛犊的牺牲 使罪得赦 就像牲畜 代替我死亡一样 我们自己要认识并铭记 我们才是原本注定死亡的罪人 是那些献于上帝的祭物 在代替我付出牺牲 因此基督来到这地上 代替我们被钉十字架 付出了牺牲 我们要通过安息日 通过礼拜 实时纪念才行 而且 为了能无畏地走向 那恩典的宝座前 我们要每天醒茶 回顾自身才行 所以 我们才一起遵守礼拜 不是吗? 我们通过 立位记十六章来确认一下 旧约圣经中 所有的祭祀 都含有赎罪的意义 和罪人悔改的意义 这种祭祀 就是旧约的祭祀 看十六章六节话语 亚伦 要把赎罪祭的公牛 奉上 为自己和本家赎罪 也要把两只公山羊 安置在会幕门口 耶和华面前 归那两只羊 年旧 一旧归于耶和华 一旧归于阿萨歇勒 亚伦要把那年旧归于耶和华的羊 献为赎罪祭 但那年旧归于阿萨歇勒的羊 要活着安置在耶和华面前 用你赎罪 打发人送到旷野去 归于阿萨歇勒 赎罪 得到饶恕 赎罪 其实 这就是礼拜的最主要目的 若我们向上帝献礼拜时 只是身体坐在这里 心思却不知道飘到了哪里 那么可以说 这就是我们极其需要警戒的内容 在旧约时 是牲畜代替了我们的罪 但在新约时 是谁代替了我们的罪呢 被比喻为 暑假的天上父亲 天上母亲 在承担我们所有的罪过 背负我们罪的重担 无论是过去在天上犯的罪 还是在这地上犯的罪 从此以后 在基督里 绝不能再陷入那种罪中 我们要以这种决心遵守安息日才行 我们要将荣耀和感谢 归于赐予我们赦罪恩典的天上父亲母亲 再次悔改我们过去所犯的罪 直到回永远的天国为止 我们正是在这样每天 每周一步步更加靠近上帝 不是吗 利未记十六章 对含有赎罪意义的阿撒歇勒公山羊 和赎罪记山羊做了说明 看二十节 亚伦为圣索和会幕 并谈献完了赎罪记 就要把那只活着的公山羊奉上 两手按在羊头上 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 什么呢 罪孽 过犯 就是他们一切的罪迁 把这罪都归在羊的头上 借着所派之人的手 送到旷野去 要把这羊放在旷野 这羊要担当他们一切的罪孽 带到无人之地 这所有的内容都在说明 旧约礼拜的中心词汇 就是赎罪 我们在天上犯下了 何等身重的罪 以致从摩西时代 到耶稣降临为止 在一千五百年漫长的岁月中 无数的羊和山羊被牺牲 每当牲畜被献祭牺牲时 其实宰杀的并不只是牲畜 而是我们自己 因为那牲畜是在代替我们牺牲 这就是旧约和新约礼拜的本质 所以罪人要以 我再也不犯这种罪的悔改之心 去看牲畜的牺牲才行 若没有礼拜 就没有赎罪的路 我们也永远不会得到赎罪的机会 看一下西伯来书七章 看七章十一节话语 从前百姓在立位人祭司执政以下受律法 倘若借着执政能得完全 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 照麦基喜德的等次 不照亚伦的等次呢 祭司的执政既已更改 律法也必须更改 祭司的执政由亚伦的执政 更改为麦基喜德的执政 律法也由旧约律法 更改为新约律法 所以正如这里所说 照着立位人 及摩西时代的祭司执政 人类无法得到完全 那礼拜不是完全的礼拜 只是一个形状和影像 但麦基喜德的礼拜 却是完全的礼拜 在麦基喜德的礼拜中 最重要的事实 就是上帝代替了我们所有的罪 是吧 借着上帝神圣的宝血 我们得到了做上帝儿女的权柄 罪得赦免 恢复永远的天国故乡 得享永生福乐 这就是父亲上帝 母亲上帝伟大的爱 伟大的礼拜 不是吗 基于此意义 来查看一下西伯来书七章二十一节 看二十一节话语 至于那些祭司 原不是启示力的 只有耶稣是启示力的 因为那利他的对他说 主起了事 绝不后悔 你是永远为 什么呢 祭司 既是启示力的 耶稣就做了更美之威的中宝 那些成为祭司的 数目本来多 是因为有死阻隔 不能长久 这位其实永远长存的 他祭司的指认就怎样呢 长久不更换 耶稣来到世上 代替人类付出牺牲 所立的新约祭司指认 即礼拜的指认 永远怎样呢 不会更改 祭司的指认 绝对不会更改 说长久不更换 若耶稣基督 持有祭司的指认 那么 向上帝献的祭司 即礼拜 礼当要存在呢 还是不存在呢 有祭司 才会有祭司的指认 才能得到祭司长的指认 不是吗 继续看二十五节话语 凡靠着他 进到上帝面前的人 他都能拯救到底 靠什么拯救呢 说靠着永远的祭司指认 进到上帝面前的人 他都拯救到底 因为他是长远活着 替他们祈求 圣经在如此小于我们 那么 耶稣持有的 是怎样的祭司指认呢 一起看一下 《西伯来书》五章八节的教导 他虽然为儿子 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 他既得以完全 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 并蒙上帝 照着麦基喜德的等次 持有怎样的职任呢 称他为大祭司 有大祭司 就意味着 有祭司 即礼拜存在的意思 因为说 他是照着麦基喜德的等次 称为大祭司 所以我们要正确理解 麦基喜德等次的意义才行 麦基喜德 出现在《创世纪》十四章十七节中 他是用饼和葡萄酒 给亚伯拉罕祝福的祭司长 是吧 照着祭司的职任 就是指完全按照仪式和行式去做的意思 谁呢 圣经小玉说 耶稣基督就是照着麦基喜德的等次 称为大祭司 借着这些内容 耶稣行使了麦基喜德怎样的祭司权呢 我们通过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十七节来查看一下 除教节的第一天 门徒来问耶稣说 你吃逾越节的筵席 要我们在哪里给你预备 可以说 麦基喜德象征性的标志 就是饼和葡萄酒 那么 耶稣基督照着麦基喜德的等次 是如何履行大祭司指认的呢 我们看一下二十六节 他们吃的时候 耶稣拿起 什么呢 饼来 祝福 就掰开 递给门徒说 你们拿着吃 这是我的身体 又拿起杯来 祝谢了 递给他们说 你们都喝这个 因为这是我历约的血 为多人流出来 说 逾越节的葡萄酒 能是我们得什么呢 使罪得赦 就像在亚伯拉罕时代登场的麦基喜德 以饼和葡萄酒 为亚伯拉罕祝福一样 在新约时代 拥有麦基喜德大祭司执任的基督 也同样在怎么做呢 在用饼和葡萄酒 在用葡萄酒 立什么呢 立新约 关于新约 约 约按福音六章五十四节中记录说 吃人子的肉 喝人子血的人就有永生 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 因为里面有人子的肉和人子的血 所以上帝才承认他是上帝的子女 做了这种记号不是吗 各位 这约言在通过什么成就呢 全都在通过礼拜成就 宣布新约的逾越节是礼拜 马可福音二章中说 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这个安息日也是礼拜 每天献的长盘祭也是礼拜 在天上犯罪的罪人悔改 罪得赦免 回到永远天国故乡的过程中 绝不存在没有礼拜的赦罪和悔改 我们全都是盼望回天国的人 现在我们在献得蒙上帝悦纳的真礼拜 仅此一点 我们也是全世界77亿人类中最有福的人 不是吗 因为麦基喜德的等次是长久不更换的祭祀 是绝对不会更改 不会改变的上帝的礼拜 所以我们要留在新约里直到最后 将荣耀归于父亲母亲 希望各位都能回到天国故乡 以此结束今天的话语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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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